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就是加速度 這邊是我們考試的時候喜歡考的部分 因為呢它可以考的內容比較多 它可以考速度、可以考位移、可以考加速度、可以考的內容比較多 所以呢考試的題目大部分都會跟這邊有關係 大部分跟這邊有關係 我們今天要的東西叫做平均加速度 不過那是後面再提我們現在先提這件事情 我們先提後面的叫加速度電視 我們前面看過這個運動 我們指在向左拉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這叫越來越快 這樣什麼意思 這叫越來越慢 越來越快也好、越來越慢也好 都代表它的速度大小會發生改變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有加速度 變快變慢都叫做加速度 變快變慢都叫做加速度 但是不知道就加速度 這是個名詞叫加速度 意思就是我的有變快有變慢 正確的說法就是有加速度的意思指的就是速度會發生改變 速度有改變叫做有加速度 那什麼叫做速度有改變呢? 什麼叫速度有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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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剛剛叫做大小改變對不對? 變快或者是變慢 還有別種方法改變嗎? 還有別種嗎? 不是位影 還有別種嗎? 我們講過速度是這個什麼東西 兩個是叫做向量 向量有什麼? 大小跟方向 速度相同必須要大小相同 方向也相同 所以速度不一樣是什麼意思? 黑色也不一樣 可以大小不一樣也可以 方向不一樣 改變方向 所以改變大小跟改變方向 都叫做有加速度 國中幾乎沒有提改變方向這件事情 國中幾乎 因為我們叫做直接運動 所以就基本上沒有方向改變的問題 但是在圓周運動的時候 就看到它的方向會改變 但是幾乎沒有這樣 方向改變這些事情 但是你知道 我可以大小改變 或者是方向改變 這樣就稱之為有加速度 加速度的意思就是速度有變化 有變化可以大小變化 或者是方向變化 可以是大小改變 也可以是方向改變 當然也可以兩個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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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的有加速度的意思 所以加速度也是向量 因為速度是向量 因為速度是向量 所以速度的變化也是向量 也就是說 加速度也會有大小也會有方向 不過加速度的方向 我們通常只有正跟負 正跟負 然後來代表它是所謂的 跟速度同方向或者是反方向 反方向 我們比較少提我們向中 或者是向西 這類樣的問題 但是 你心裡要明白 我們的加速度是一個向量 OK 總和 加速度的意思就是速度有變化 可以是大小也改變 也可以是方向也改變 當然也可以兩個都改變 因為速度是一個向量 所以加速度也是向量 所以彈加速度也要彈大小跟方向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先介紹 什麼叫做加速度 好